毕业季将近职场新鲜人可以关注桃园市青年安心就业战方案 30岁以下青年只要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满6个月 就可以领到21000元的奖励金 如果有未满30岁 估计在桃园高中至以上毕业的代业青年 可洽取活动的专案区参加基贴方案 就有机会拿21000元的奖励金 毕业季即将到来 桃园市就服处3月份陆续办理4场真才 青年亮点厂特别提供青年求职者较有兴趣的工作 接下来4月5月6月也会持续办理 我们桃园市从104年开始就执行了青年安心就业战 那其实青年安心就业战这项计划 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将应届毕业的青年们 能够拉进职场来 那我们用的方式就是鼓励他稳定就业 所以我们将青年安心就业战的就业津贴分为 三个月的稳定就业以及六个月的稳定就业 同时从106年开始也推出学习战 学分费等青年补助 最终六年向来 有75%的青年留在原本就业服务据点 媒合的职缺 一样是在就业状态 就是他即使转业 他一样是转到其他的工作 维持在就业状态的有将近97.5%的比例 所以这个比例是相当高 所以我觉得青年朋友们就业的关键 就是你要早一点踏进工作的职场 你早一点就业稳定 鼓励应届毕业青年尽早踏入职场 尽快达到职场稳定 也可以帮助往后就业稳定